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7日,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敏汪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裏 點贊、分享和訂閱 可以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我們今天就說一位很矛盾的女子 究竟誰呢?就是哈里嫂梅根 為何說她矛盾呢? 她之前就說想自己的小孩做個平凡人 老實說,英女王就成全她 拔了她一些皇室含頭 說回來,這位梅根小姐 她做了一件什麼事呢? 令到英國媒體這幾天震怒 她原來在陀仔的期間 就寫了一本兒童毒物 靈感來自什麼呢? 就是她和她老公哈里 書就是說第一個小孩出生之後 哈里就寫了一些詩,很好笑 但是呢 梅根在書的封面寫什麼? 就是皇室的頭癡 蘇塞克斯公雀夫人 喂,你不是說想做個普通人嗎? 普通人不讓有這些咸頭嗎? 哈? 哈? 可以的,可以的 這本《毒物》 預計在今年6月8日對外發行 單憑預售和提前訂購的 這本書已經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第一位 原來是這樣的嗎? 預售也可以算嗎? 這麼搞笑的 不過anyway 人家是有這樣的能力 那就代表著哈里送梅根可以通過這本書 又可以一帶狗收入 所以之前呢 有些傻子 還在網上仲籌幫梅根和哈里 還這個豪宅的泰房泰 神經病的 傻子 他們那些人 吃頓飯都貴了一個月的薪金 當然了 不過這麼說 他說那些可能都是那些水軍來的 不是的 那個是真人來的 以前媒體說過 他們沒結婚之前已經很迷戀他們兩個了 其實皇室專家就說 現在英女皇是震怒了 因為梅根已經徹底無視了伊莉莎白二世 在她和哈里離開皇室時 特意頒布的禁令 首先 梅根可以在離開皇室後和媒體 甚至主流媒體的公司 可以簽訂合作合同的 可以在陀仔期間投身於所謂的文學創作 這本書其實都是一本溫暖的兒童毒物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她的自由 的確是她的自由 但是問題就是這本書 出版所獲得的利益 是直接入他們兩夫婦的銀行入面的 但是她使用了皇室投銜作為署名 這意味著梅根其實是利用皇室投銜獲取商業利益的 大家要知道 巴里梅根離開皇室的時候 呂皇和他們達成了協議 當中有一款是最重要的 就是禁止用皇室投銜用於商業活動 而來謀取利益 喂 他們不是說要經濟獨立的嗎 其實你不是一樣用回你媽的銜頭去搞你的經濟獨立 大家知道 如果她沒有皇子的名字的話 她不過是一個二世祖來的 是啊 是啊 什麼也不是啊 沒了皇室 她什麼也不是 是 沒辦法啦 那他們當時堅定地要離開 離開英國的時候就是為了獲得所謂的自由權 那當然啦 經濟獨立權也都是皇室送給你的 送給你的 你要自由 但是你以後自己賺錢 而且當時 知道這兩個人會轉胸子 你知道嗎 呂皇還突然增加了一條指令 就是禁止他們在任何商業產品上使用皇家一次 是的 因為他們是註冊了皇家的確是 那你說 他怎麼會註冊到呢 即是誰註冊 是英國人註冊 還是他們梅根和哈利仔註冊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在美國他叫自己是皇家 是應該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的 這個是的 所以他們就轉胸子了 哈哈哈哈 所以看到這個梅根 哎 哈利仔說他很單純很清純 但是 哈利仔好像很單純 是的 哈哈哈哈 是的 哎呀 這個哈利仔真是 真是 真是 真是可能 剛剛走了爺爺是不是想 再找阿嬤去擺一擺山呢 這個就是我的題目 哈哈哈哈 還有當時哈利仔和梅根 對於呂王的 他們所說的迫白 就覺得現場憤怒 他們說 但是現在 梅根是明知呂王和皇室禁止他 用公然地用 我應該這麼說 公然地用皇室投銜去獲取經濟利益 那就意味著他已經徹底不在意 這個呂王和皇室對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但是這麼說 老老實實說美國就是這樣的了 真心地說 美國是一個商業社會來的 你在美國呢 你就算在英國立法很嚴格也好 在美國可能是行不通的 還有一件事 其實哈利仔也是壞的 他想著 阿嬤 你不會告我吧 你告我就再爆多些嚴重了 是呀 你對呀 我也看得他太單純了 他還以為 他扮苦主 他現在整壇事都是扮苦主的嘛 是 這個也是事實 他是說壞些 美國的人看我 就行了 我要怕你皇室 其實呢 現在也有很多皇室專家 把梅根這種行為 直呼兩個字 鄭忠基的首歌 無賴 因為梅根好像倚仗著女王 對他們無可奈何 和兩地法律的不一樣 事無忌憚地 行使他的所謂自由 我出書不行嗎? 我有自由的 你打你自己梅根的名字 就行了 不需要用到公爵夫人這個名字 那對於和女王達成的協議 梅根的轉態 或者態度的變化 其實很明顯 發生在他和哈里 接受奧普拉專訪之後 在採訪過程當中 梅根 其實我們統計過 梅根 就向這個女王 和一眾皇室成員 發起了17項嚴肅的指控 老實說 那個訪問之後 就標説著 他們夫婦和皇室之間 的關係已經徹底決裂了 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 他阿爺 哈里阿爺 喪禮的時候 他的叔叔 阿嬸 其他的表弟 即是那些皇親國戚 是不跟他說一句話 只有他父親 他父親始終很親吻 無可奈何自己 雖然我們以前說過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是 查理斯的兒子 都是跟他有說 有談有說 但是他 他哥 他哥 根據那些皇室的研究者 就說他哥 有跟他說話 沒辦法 將來的君主 要看面一點 但是 基本上 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這個弟弟 還有之後 梅根 經常 還說一些很出位的 言論 大家記得他說過什麼 他說 我已經原諒了皇室 就是 原諒人的話 就是說你是高尚的皇室 沒錯 怎麼能夠容忍你一個 美國來的 有少少顏色的人 是這樣說 原諒人 原諒人 你說 暗子皇室有錯 這個是英國人接受不到 就是在英國人看來 或者其實世界上很多人看來 喂 好像是你們這對夫婦不著 你居然說原諒人 人家不說話 而且 還有 美國報紙說 他跟朋友經常說 這個是他的物友說的 這個物友真的是他的朋友 又名又盛 他就說 要對皇公開跟他們道歉 才同意收復關係 叫他瘋了 這些根本就是他們搞到 那個關係這麼惡劣的 還叫人家道歉 哇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這樣 是 我們公私公非 雖然我們覺得 這個皇室應該不存在 說句老實話 我們 但是 從一個 公平一點說 真的 這兩隻東西 真的不拿點了 說真的 我是 從來都是 不支持這個皇室的 但是 但是 他們這次的內亂 我認為哈利仔錯得很厲害 哈利仔是 做一個人的 基本都做不到 是啊 真的 所以這一系列所謂操作 就令到 呂王和皇室成員 感腦不敢言 雖然 沈裡面 都是很氣憤 但是 又不敢態度強硬 如果不是 社長說得對 如果不是 不知道這兩個人 又不知道做什麼專訪 《信柳開河》 又說些虛無飄渺的事情 又是對皇室 就是產生一些 極不有利的指控 所以 真是很可惡 梅根才這麼肆無忌憚 他就知道 你都不敢對我 你敢 我就繼續爆料 爆到你害怕為止 而且你不知道 他那個料是 真料還是假料 總之我說 我是說 我是弱者 你欺負我 是啊 是會有人相信 那一下才欺負人 哇 弱者啊 在Netflix 簽一個弱 真是弱者 有幾千萬美金收入的 哇 好弱啊 真是 老老實實說 很多 很多一線明星 荷里活那些 都不及他們的 他們這樣爆一爆料 是吧 真是 我覺得 郭文貴很失敗 什麼爆料革命 爆料革命 都沒有人理他 大紀元那些都可以 只有大紀元那些就理他 其實呢 現在英國 也是有一種 新的聲音出來 就是剝奪 現在 任何 他們的銜頭就算了 不過我覺得不行的 他們又來了 如果你這樣剝奪他 這個梅根 他肯定不和你客氣 到時不單止奧普拉 有很多媒體爆 唉 真是 其實 對於 95歲的女王來說 外界 都是覺得 都是可憐他的 說真的 剛剛喪呼 喪呼之痛 之後這兩隻東西 又不知道 真是 定時炸彈來的 大哥 到時 哎喲 你一天不夠錢 是吧 又出來爆料 不過這樣說 有媒體已經說 查理斯王子 其實已經做好了準備 一旦他真的繼承王位 就會跟哈里和梅根 徹底撇清關係 我覺得都不行 都是不行的 到時他就爆一爆 哦 讓我想一下 哈里仔 到時你老爸 即是繼承關珠的位 到時你就爆一爆 當年他怎樣對我媽 之後又說 哎呀 很慘啊 我媽 因為呢 他媽媽是很有光環的 全世界來說 那之後呢 如果查理斯一繼位的話 嘿嘿 如果你真的撇清關係 還是不給你一點點好處 這兩隻東西呢 到時他就 哦 當年 我老爸 不只是卡米拉 很多 搞到我媽媽 很心碎啊 還有什麼什麼傾向 什麼什麼傾向 你皇室又是形象 一副都是 和女王一副都是 指尿副都是怎樣 是啊 因為以前已經有陰謀論 根本就是整件 Bionna 這個車禍 是皇室策劃的 有些陰謀論的說 如果 哦 哈利仔不用多說 哎呀 我看到那些蛛絲馬跡 為什麼好像有人逼我媽媽 做一些 做一些很不智的行為 那你也很麻煩 所以其實 這兩隻東西 沒辦法 只可以一直給 深刻來說 是他們收緊皇室的保護費 哦 你一定看著我兒子啊 如果不是呢 你就是不仁不義的 你皇室 他都是 皇家血脈來的 你不要亂來啊 實在是這樣的 好了 那麼這次節目的時間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